9月22日,苏宁一购队主场与广州恒大队的交变对决,中国中协任务了韩国主裁蔡上协,而在9月18日被一场影响征观走势的补萨州, 足协方面则聘请了曾执法2010-11赛季欧冠决赛的助裁考少医,任命外籍裁判执法中超关键场次,已经成为了中国足协力比赛场争议的观察手法,事实证明,这一做法对一支比赛争议的确有效,如考少医获得语论好评,而蔡上协也没出岔子,我于是在想,在商业运作成熟的英超, 怎么从来没听过有外籍裁判执法呢?于是,就此一问,我拖请英国朋友采访,我前英超职业裁判公司总经理基斯哈克特,哈克特是最为资深的首批英超裁判,也是前英超职业裁判公司总经理,还被评为CF史上百项裁判。 近日,他向记者介绍了英超裁判管理的相关情况,今后的第一感受就是,英超裁判属于高薪养员的行业,首先,由于英超裁判员阶位职业裁判,因此他们每个月有固定工资,类似千英镑,每场塞前,裁判们还会收到一千英镑的比赛奖金。 此外,他们每年还有一笔两千英镑的健身补助,因此,一名英超主裁判每年的收入,大约在十万英镑左右。 除此之外,英超职业裁判公司,还为他们免费配备BG本电脑,手机以及上网卡,所有的裁判员制服,装备器材,手表以及沟通设备也都是免费提供。 一,在涉及到处拆,助行必须是最高级别待遇,如,飞机火车需位头等舱,就变为五星级,而一旦英超裁判进阶执法欧冠,则有着更为丰厚的回报。 欧族联对欧冠裁判员的收入,有着更为细致的划分,精英裁判8000美金每场,精英发展裁判5500美金每场,一等裁判3250美金每场。 助理,裁判2500美金每场,第四官员1000美金每场。 所以,英超裁判如果升到欧冠头等舱,发家制服不称问题。 当然,英超裁判也不好当,由于跟英超职业裁判公司合同是一年一千,因此一旦因犯规遭受惩处,当下所得将立刻被剥夺。 当裁判判罚出现重大疑点时,英超职业裁判公司会强调信息公开原则,机构会邀请一帮专家来定义重大失误的程度范围。 在确定失误性之后,裁判员首先会遭遇停泛,并接受为期三个月到半年不等的回录重造。 在此期间,他的收入会被大幅度削减。 假如此次失误被原则性失误或非技术性失误,那么他将被隔职。 这也是裁判员和英超职业裁判公司合同,导致一名一千的原因,除回录重造号的裁判员再度出现重大失误,那么他将被除名。 听完哈克特先生的介绍,我也能够理解,英超之所以从不骗请拜及裁判,其底气正在于对裁判工作及收入均雷阳光下运作。 信息公开并公平公正,应超开判规则的实质,就是让美,各执法者珍惜当下工资,憧憬未来,欧冠高薪并害怕失去现有,一旦越险,就会遭遇数倍于当下的仇恨执迷伤害,显得得不长时并不敢再斗贪念。